上一期咱们简单介绍了德意志第一帝国 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这一期咱们开始介绍比斯迈 介绍德意志第二帝国 一提比斯迈 我们马上就想到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 那在铁血宰相比斯迈的带领下 普鲁士打赢了这两场战争 成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么你可能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比斯迈是个和希特勒一样的战争狂人 但是诺恩在他的比斯迈这本书里说 不论是普奥战争还是普法战争 都不是普鲁士挑起来的 而是他的对手强加给他的 好咱们就先说说第一场战争 普奥战争 上一期咱们说过 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的最后通牒下被迫解体 那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 德意志地区的38个邦国 就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 这个邦联分成三大块 第一块是奥地利帝国 第二块是北部德国 北部德国这一块一共有21个小邦国和三个自由市 完全受普鲁士影响 当时北德地区总人口2400万 普鲁士自己就占了1800万 所以在北德它是处于绝对的优势 而第三块就是南部德国 这部分主要由四个中等大小的独立邦国组成 就是巴伐利亚 福腾堡 萨克森和汉诺威 那按说这三块加起来 就等于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了 但是奥地利帝国有点特殊 因为它既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 而且还是邦联永久的主席国 同时在德意志地区之外 奥地利帝国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土 你现在的波兰 匈牙利 捷克斯罗伐克 当时都属于奥地利帝国 如此一来 奥地利和普鲁士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奥地利的主张叫大德意志方案 就是他带着匈牙利 波兰 捷克这些领土 一起加入德意志邦联 这样的好处 一是实质性的就恢复了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 二是德意志被切出去之后 奥地利帝国国内讲德语的人口太少了 这非常不利于奥地利哈布斯巴王朝的统治 但是普鲁士国王不这么想 他追求的是叫小德意志方案 那我宁为忌口不为牛后 那国家小是小了点 但我能当老大 我为什么要在你奥地利手下当个副总经理呢 所以普鲁士不仅不想跟奥地利合并 他连南德的四个王国都不想要 那比斯迈说 在我看来 要想巩固北德邦联 就不能把南德天主教巴伐利亚的元素纳进来 南德在很长时间内 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柏林的统治 也就是说对于普鲁士来说 只要统一北部德国就足够了 这个是小德意志方案 那这样一来呢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 1866年普奥战争打响 那在打之前 欧洲各国普遍认为奥地利会赢 毕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底子嘛 烂船还有三斤钉呢 打不过拿破仑 还打不过你比斯迈 一打还真就打不过 而且是脆败 在战场上 奥地利只坚持了七个星期就垮掉了 那在普奥战争的过程中 南德的四个邦国都是站在奥地利一方的 那普鲁士胜利之后呢 毕斯迈也还是坚持自己的小德意志方案 他说北德包括了我们想要的一切 也就是在德意志的行动自由 而南德呢 还像一只没有成熟的果子 那战争结束后呢 普鲁士也没有要求奥地利各地赔款 反而是给足了面子啊 极力避免对奥地利的羞辱 因为毕斯迈认为啊 对普鲁士君主制最大的威胁 首先来自于民族主义盛行的法国 其次呢 来自于已经成功转型为 现代议会制的英国 所以啊 在他任内啊 他就努力让普鲁士 奥地利和俄国 这三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 彼此结盟 这也就是所谓的神圣同盟 这个神圣同盟啊 就是毕斯迈外交路线的基石 这三国神圣同盟规定啊 必要是可以互相出兵 维护君主制 那说完普奥战争啊 咱们再说说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又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这个啊 就必须扯远点说说啊 上期咱们也提到过啊 拿破仑是以民族解放者自居 在欧洲大陆啊 到处输出民族主义 那拿破仑战败后呢 欧洲的君主们 就压制住了这股民族主义浪潮 欧洲暂时就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但是表面的平静下 却是暗流涌动 那法国大革命的理念 自由平等博爱 还有什么人民主权啊概念 也就是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啊 德意志是德意志人的德意志啊 乱七八糟 这些新的思想啊 让传统君主之下的不平等 就变得令人格外难以忍受 所以啊 拿破仑战败后短短三十几年 到了1848年 欧洲就普遍爆发了革命 反抗君主专制 要求分享政治权利 在这场欧洲革命当中 法国再次成为极先锋 国王又被推翻了 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那在这种压力下呢 就是如果你不去搞民族主义的话 你就打不过法国 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 那在这种压力下呢 普鲁士也颁布了宪法和选举法 成立政党啊 成立议会啊 和社会各阶层分享政治权利 那毕斯曼 怎么在议会里和各党派啊 斗智斗勇 咱们下期介绍 现在先按下不表啊 咱们接着说法国 这个1848年的法国革命 区范了七月王朝 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之后呢 法国人民啊 出于对拿破仑的怀念啊 选了他的侄子 路易博纳巴当了总统 四年后呢 他却通过一次全民公决 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改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那路易博纳巴呢 也就从总统摇身一变 成了皇帝啊 就是拿破仑三世 马克思就说啊 路易博纳巴窃取了革命果实啊 说的就是这个 马克思还说这个路易博纳巴 是历史特定时期 孕育出的一个成功的小丑 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 总之啊 马克思对路易博纳巴的评价非常低 但是平心而论啊 路易博纳巴在台上这二十多年啊 国内经济还是搞得不错的 他的问题啊 是出在外交上 因为他当选总统 后来又当选皇帝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我叔叔是拿破仑 所以呢 为了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啊 他就必须要为他叔叔一血前耻 这么着呢 当年联手打败拿破仑的英国 俄国 奥地利和普鲁士 就都成了他的敌人 所以他就到处搞事情啊 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运动 这就得罪了奥地利 和英国呢 一起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 这就得罪了俄国 又在中东和英国抢地盘 又得罪了英国 总之啊 法国没朋友 这个为了在国内得到民意支持啊 外交上不顾后果的 应对所有人啊 这给法国惹下了大祸 1870年的普法战争啊 可以说完全是法国一手挑起的 这其中啊 除了拿破仑三世 急于替叔叔找回面子之外啊 另一个原因是 自从1867年 拿破仑三世失去了 对议会的控制之后 他就急于要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重新夺回实权 那说起来也可笑啊 普法战争的由头呢 竟然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西班牙 1870年这一年啊 西班牙女王伊沙贝拉二世啊 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 被推翻 那么当时的西班牙内阁 就要为西班牙找个新国王 这选来选去啊 就选了个利奥波德亲王 这个亲王呢 是普鲁士国王 威廉一世的远房亲戚 那说起来 这事和你法国有什么关系啊 哎 法国竟然就怒不可遏了 理由是 你普鲁士派个亲戚 去西班牙当国王 让我腹背受敌 你想干什么呀 所以啊 这个威廉一世啊 在法国这个压力下 只好出面 去劝利奥波德亲王 说算了 你放弃吧 那利奥波德呢 也听话 就发了个声明说啊 本人无异于西班牙王位 这够给法国面子了吧 不行 那法国人要求威廉一世 你必须给我写个保证 答应永远不染指西班牙王位 那这个就有点欺人太深了 人好歹是个国王啊 怎么可能给你写保证书呢 这威廉一世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撕破脸 只是蜿蜒谢绝了 这普鲁士这么好的态度啊 法国还是立即宣战了 结果呢 比七个星期的普奥战争还快 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后的第45天 就色当惨败了 那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啊 在色当 写了封信给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愿意将配件交到陛下手中 摆得非常惨 战胜了法国之后啊 在德国啊 就引发了狂热的民族自豪感 因为之前被拿破仑欺负过嘛 奥地利的南德那四个邦国啊 现在主动要求加入北德邦连 如此一来呢 德意志帝国也就挂出帝罗了 那普法战争的另一个后果 就是德国和法国结下了世仇 那普奥战争啊 是兄弟细于强 可以既不要赔款 也不要割地 但是法国是宿敌啊 所以啊 不仅要求法国赔款 45亿基马克 还要求他割让洛林和阿尔萨斯 咱们中学语文都学过都德的那个最后一课啊 讲的就是这个 有一个细节啊 我觉得德国过分了啊 就是他们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宫 宣布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这个是对对手没有必要的羞辱啊 基斯曼呢 本来是想拦着的 但当时民意汹涌啊 也就算了 只好顺遂推出了 好 最后啊 咱们总结一下这期的重点内容啊 就是说普鲁士啊 本来只要统一了北部德国就满足了 但是奥地利和法国啊 先后强加给他两场战争 活生生催生出了这么个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如果当初法国人不是硬要作死的话 德语地区啊 本来是可以分成六个国家的 就是奥地利 普鲁士 巴法利亚 福腾堡 萨克森和韩诺威 那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 后面的历史进程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